现在下载显卡驱动居然要花钱了吗 我那天帮一位粉丝解决问题 我让他去英伟达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的显卡驱动试试 他说他在某度搜了一个驱动 然后根据提示支付了19块9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哥们被骗了 因为英伟达和AMD的显卡驱动 官方都是提供免费下载的 而且我们国内网络可以直接下 后来我才知道这哥们点了一个广告 然后就上套了 这不是趁人之威吗 现在钱这么好骗的吗 不对是这么好赚的吗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货真价实的真东西是越来越难找 另外我不知道他花的这个19块9 下载的那个驱动有没有病毒或者后门 下面我教大家如何在英伟达官网 免费下载他们家的显卡驱动 第一种方法那就是直接进入英伟达的官网 NVIDIA.C 如果你不会敲网址 也可以上网上搜 搜英伟达 第一个是广告 第二个才是真的 它的标题是这个 后边有一个官方 然后点进去 也到达的是这个网站 在它的官网的右上角有一个驱动程序 然后 然后这有一个筛选器 选择你的显卡是GIFORCE 比如说我的是40系列 上面这是笔记本 下面这是台式机用的 显卡是4080 操作系统是Win11 下载上面这个带game的就行了 玩游戏用的 语言是中文 然后别忘了要点这个小小的搜索 很多人不知道 选完之后 不知道该干嘛了 或者点别的去了 是这个小小的搜索 这就是用户体验不好的地方 然后还不能下载 然后还让你确认 是不是这些东西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小小的下载 咱们官方这个下载按钮 就不能做得醒目一点 别让别人钻了空子 还不能下载 然后还在这个界面 还得再点一个下载 然后他才真正的下载 634张 通过我的体验 这种正式的正规的网址 免费的官方驱动下载方式 是比付费的要麻烦点 是吧 对新手不太友好